你下載的那些圖 通通都把它拖拉進去 剛好我下載的東西 那就直接把它 那你建議是先把它解到桌面上 我們先把它解到桌面上 然後呢 如果你要會到裡面來的話 其實很簡單 我的習慣是這樣 打開它對不對 這些圖全部放過來怎麼放呢 選起來 這樣 其實這樣拖拉有沒有 你會發現放開 它問你說要不要copy copy過去 有沒有 全部都摳過來了 以後的話 你外部的圖啊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把它拖進來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 一是這個 它就是有一張是沒有按的 一張按下去的 那我們分兩階段來看 如果說我們今天呢 要改變 比如說我今天呢 一的部分 要把它變成 我的原始的 這個專案 那我們的那個Layout有沒有 本來是這個對不對 那怎麼改成圖啦 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簡單一點 你就是把它改圖 那圖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屬性叫 叫做Background有沒有 再底下一點點 這邊有個屬性叫做Background對不對 它預設的話呢 是沒有 所以你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找到什麼Jobo 因為它的圖都會放在Jobo裡面 OK 第一張這個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圖就放上來 啊 不過上面有字的怎麼辦 按右鍵 把Editas裡面吧 把字 clear掉 這樣就1了 依此類推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再選Jobo 然後2 按確定 OK 然後按右鍵 再把它怎樣 把它這個地方 clear掉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總共有9張嘛 不過第一階段是按下去 它不會切換 那我們等一下再教各位 如何可以做到切換的動畫效果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在那個 Enjoy裡面 其實如果你要做一點動畫 你就要了解 在Jobo裡面不是放圖 而是放一個叫做XML XML 你可以透過XML做很多Enjoy裡面 App裡面的動畫 比如說像圖怎麼樣做圓角 怎麼樣做一些 其實都是在那個 XML裡面制定的 不過很可惜的 一般坊間的書很奇妙 大部分都偏重在那個 程式上面的說明很多 可是在美工上面的 非常的少 App裡面好像 好像還是著重在城市的開發 可是在有關那個 就是說介面上面的設計的書籍比較少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也許這部分的需求 還沒有被被凸顯出來吧 OK 那這裡的話 想各位先把那個圖的部分先加上 好了